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世音菩萨不管我们怎么样去宣说菩萨的功德 威德都没有办法宣说圆满 因为观世音菩萨许久许久就已经成佛 而且以后还会不停地广立友情 不停地成佛视线 就像佛陀也曾经来说佛很多次 过去也成佛 是因为愿力要度尽众生才有不同的因缘来视线 来方便用神言恶教来点化度化众生 那么普门品也讲到观世音菩萨当以合相来视线意义众生 他就扮演怎么样的分形分相 就像我们人类长成这个样子 一个头 两只手 两只腿 那么菩萨他的视线也是长这个样子 在六道有不同的视线 有的有色身 有的有色身 有的没有色身 菩萨也因应因缘 方便来变化视线 来绝有情 或者来救苦 救难 这个像只是一个现象 包括名为观世音菩萨 但是现在的人很着于这些现象 用眼睛看 觉得这尊菩萨 那尊菩萨 装不装严 那尊菩萨 欢不欢喜 是我们的心的感觉 眼睛所看 而不知道我们人人都可以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没有一定的像 我们只要依着观世音菩萨的愿力 去行持 我们也等于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等于是观世音菩萨的视线 因为我们的心体 愿力跟观世音菩萨没有差别 既然观世音菩萨可以视线 各种种 当然也可以与我们相应 而一起来行菩萨的愿 并不是另外有个观音菩萨 而我们不是观音菩萨 或者说我们听闻某一个人 他有什么名相 那么我们就很崇洋 很敬仰 而不明白佛教真实的精神 真实的教义 而只是崇拜这个名相 那么佛陀也知道会有这个现象 所以也会有一个现象的 所谓的相法的时代 来表这个法 大家借由相来修行 但是我们入门以后 我们常常在讲破相无相 就应当明白 我我不饿 我们的心跟观音菩萨的心 心体本质是不饿 是我们在谜 而菩萨是觉来觉我们 那么我们当然也有过去无量节来 恩怨勤仇的业力习气 但是我们当提起了观音菩萨的愿力 而且依照奉行地去做 我们的愿力 就会转化我们的业力为道用 会把我们的差别心 拿来修行而入不二法门 完全在信愿行 当然我们讲了三十七道品 后面讲的八正道 第一个当然就是讲正见 为什么我们要有正知见 要有佛知见 你观念对方向对 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到位 但总是必然有一天会到 可是如果错误的知见 或者在知见上 没有拿来内化 自己来自尽喜意 当然也会变成一种法治 或者说你根本是邪之邪见 明明应该往东方走 而我们却反其道 那当然永远到不了 所以正知见 我们去相信 然后发愿 然后去行 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要去做一教奉行 所以人人都可以是观世音菩萨 当有一天我们能够 所谓不惠二之粮圆满的时候 我们一样 也可以如观音菩萨 一切友情 千处祈求千处因 而不是我们的知见认为 一定要有一尊菩萨 我们向他祈求 那么菩萨才会相应 由我们一起研习 《唯末节居士经》 我们就能够理解 菩萨的运作 是宝宝化三身 在体相用 无阻碍的方便 劳益友情 观世音菩萨 当然也是如此 所以 我们可以 依照观音菩萨的愿去行 然后我们也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我们也知道 观世音菩萨会现 各种不同的身份 来劳益友情 可能是观力 可能是学者 甚至于我们从 五十三餐里面 我们就知道 这些菩萨 只有很少数是现 中文像 大部分都在各行各业里面 他们真正地 去修炼自己 去服务他人 而能够作为 善才童子的善知识 根据由我们现在 所讲的特种行业的菩萨 就像我们讲 文母皆经里面讲的 他会实现 所谓的淫女 来接引众生 其实菩萨 都是一样 那么 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知道愿力 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你依 正见 依自己的八正道 去做 人人都可以 是观世音菩萨 而不是我们 听说什么地方 有一位 怎么样的高人 然后我们像粉丝一样 去崇拜 而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我们自信三宝 当然要先去求法 求得正确的知见 但修行的方向 是要如而莫作 就算奉行 然后要自信洗衣 能够比较奉行 去服务他人 所以人人都是 观音菩萨的化身 而不止于这些像 况且我们了解 真正的菩萨 他是为了服务众生 他没有一定的 所谓的自己的定位 所以我们也知道 菩萨的父母 就是非至双运 有种种的方便 各行各业 那对于三教 九流都有 因为空性的知会 还得要结合 方便 来服务他了 这样才是所谓的 被制双运 所以我们今天理解了 观世音菩萨 原来也是在 我们自己 就像法身 大家不明白 法界法身虚空法界 我们把它想 它就像空气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呼吸着 到处都有空气 那至于水里面也有 都有这些空间 就像我们说的 再小的单位 里面 再怎么样的 为细为小 它还是有 我们讲的 分子 量子 等等 它里面还是有 它的三千大千世界 而拿我们地球来说 也有几十亿年的历史 它本身也是一个 生命体 不只是我们人 是生命体 大大宇宙 小到我们刚刚说的 一粒沙 一个电子 一个分子 一个离子 都是一个世界 所以会有如横河沙 这样的 三千大千世界 而这些 都是 在我们讲的 观音菩萨的服务范围 或者任何一位 或者任何一位菩萨 法僧大事 他们的服务范围 只要我们心愿行 我们也是观音菩萨 的一个化身 那么这个愿 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在职场里面 每一个人有他的工作的职掌 也就是你所要做的事情 那个是明文规定 愿意这样去做 就像有些 宣誓旧职 这个宣誓 也是一个誓愿 那么你从事这个职务 你宣誓旧职 就要本着这个誓愿去做 你有你的工作职掌 工作范围 你有了工作方法 那么大家认为 是这样的 大家给予的是 信任 所以我们看 最近 这个东北亚国家 政治领袖 让大家 失望 那么弹劾 这个工作也是一个 试据 那么 大家认为 应该是这样 结果 失望了 因为 在一个团体 每一个人 有他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像我们 常举例的一个球队 今天 靠的就是 所谓的组织管理 然后大家 各尽本分 而不应该 有自我 来自于我 甚至于我们 常举例的 眷属心 因为这是一个分别 我喜不喜欢 哪些是我自己人 哪些不是我自己人 我们 我们常常讲家族企业 如果是 公庙 就讲家庙 如果是国家 我们就会讲 像以前 这是一个皇帝 他们 皇亲 贵族 虽然有法治 我们常说 君子呢 与庶民 他犯罪 是一样的 尊重法治 这些是一个 民权 这样的民主的 观念 所以 这也是一种 愿行 也是 要依教奉行 这又 牵手到 管理能力 当然 很多的制度 包括 怎么样去 集合 怎么样 持续的 改善 让 整个运作 能够合乎 大家的 期许 合乎 我们讲的 宪法 或者 各种法律 法规 那么在佛门呢 就是要懂得 因果戒律 那么 依教奉行 在公司 也有公司的 规则 有公司的 组织 他的职能 他的目标 他的计划 都有 公司是 盈利事业 他必然有 他的目标 他的计划 或他的策略 那么人生也一样 人生 你有你的理想 有你的愿 个人怎么样 管理自己 怎么修炼自己 怎么样去努力 怎么样人生 以服务为目的 因为能力 服务别人 你服务别人 你没有能力 你起码 把自己服务好 管理好 不要造成 别人的负担 这也是当时 国父 所讲的 很多国家的国父 都是 狼野国家的 诞生 这些人多半 都有崇高的理想 不惜自己舍弃了 自己的幸福 生命 为了大众 为了这个国家 他们也可能是 菩萨的视线 就像我们刚刚讲 观音菩萨 可能以任何的身份 视线 来救 昌生 那么 眷属心 这些家族 是完全 两个相反的方向 一个是为了 我跟我所的利益 一个是为了 一个是为了 长生 所以过去 在清朝 也有皇族 在八国联军的时候 就逃到后面 当然也有皇族里面的 官员 亲王 出来 跟联军谈判 希望救 这个王朝 救老百姓 当 如果没有这些过去的 不管是清朝的人 或者后面的 或者后面的 所谓的 这些劣势 今天 可能整个国土 搁的搁 让的让 所以 观音菩萨 不一定 是佛桌上的那一尊 他可能实现 各种不同的身份 在不同的因缘 包括我们自己 也可以发愿 要像观音菩萨一样的 去服务他人 不管你是什么工作 什么职务 都可以 那么职位 影响力越大的 越要像菩萨一样 大慈大悲 服务一切的友情 而不是 只是 在植物上的 一种 力行公式 一个菩萨 跟不是菩萨 在外观上 是一样 差别的 是他的心 同样做一件事 我们举例很多次 有的人 是认为 就是力行公式 不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有些人 他是 真的用真心 把自己的 爱 放大 变成大爱 把天下人 当成自己的小孩 或自己的父母 那么更有人 三轮体 信空 了解这一切 如梦幻 也有人在里面 看起来外表 都是做一样的事 内在 却是为了自己 处理自己 或处理他人 同样外表 是做一样的事 但最后真相 总会现前 即使不现前 因果 也必然报应 那么真相 现前 还有一个作用 起码 一个错误的示范 来 教化 后面的人 看到的人 就像我们讲 布达国师 过去犯了一个错 杀错了一个人 受到 因缘果报 让自己 吃了很多苦 虽然尊者救了他 那么也解怨世解 最重要的 是后来 因为这件事 而做的 三面水颤 让这部颤法 能影响 后代多少人 因为 布达国师的 过师 转为道用 把这个颤法 让 让后面的人 能够解怨世解 然后再 如果是 众生 再配合 渡王法 能够解脱 更好 所以 大家有机会再看一看 观音菩萨的大愿 因为我们已经 讲过很多次 就更明白 观音菩萨的圣诞 我们应该怎么做 怎么报佛恩 那么自己呢 也要发愿 做一个观音菩萨 不管你家各行 各业都可以 能够让大家 免于苦难 最好能够解脱生死 不要再造业 因为 除了生命 还有慧命 人世间 看到人的起伏 从一国最尊贵的 最高的一位领导者 到阶下囚 我们也都听过看过 这也是一种 因果的现前 所以 千万 要作为一种借静 尤其我们自己修行了 更要明白 佛陀 除了言教 我们去理解 去闻思以外 要了解佛教的精神 佛陀所 实现的 身教 他演出来的 就是把 就是把欲界的 名 利 自己的尊严 面子 权力 是全部放下的人 佛陀是这样子的 不管你懂了多少 或者你有多少神通 这跟佛陀的精神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就更能 贴切地明白 观世音菩萨 今天我们也用前面这一端 来供养 这个观世音菩萨圣诞 那么 也供养 一切的见闻者 我们一起 再来研习 这个 有没有结经 我们合掌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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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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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见闻得受此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一 愿解如来真实一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许见菩萨 怎么样来诠释 不二法门 那么前面有好多的菩萨 从他的名号 我们就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功德 从哪边去修行 其实法法平等 没有哪个法高低 你能够一家奉行 至今起义 一去一记 也可以入不二门 或者你从圆觉 那么再发起了 所谓的自立地他的愿行 一样可以像 所有的菩萨一样 能够最后觉醒圆满 那我们继续讲 明相菩萨曰 四种意 空种意为二 四种性即是空种性 如前记后记空 故中记意空 若能如是 知诸种性者 是为入不二法门 就有一位明相菩萨 就是明白识相的菩萨 就讲了四种意 讲的就是四大 地水火风 这四种便衣 我们一般人 很喜欢研究五行的 就是地水火风 金木水火土 就是这种所谓的四种意 另外我们 讲到地水火风空 这里又讲了空大 空种意 这是不一样的 这里讲就是地水火风空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 我们讲的四大 或讲五大 那么就是代表 他认为这些能量 或者我们讲的这种 我们人的身体 也有这个五大 就是入了身见 他认为这个现象 实际上 这个明相菩萨讲的就是说 你不管四大 还是空大 是不一样的 就讲这个身体 或者讲这个法界 所以空大 就是我们讲 例如说 我们这个鼻孔 这个地方是空 空气 所以这个是空大 但是我们的身体 它是四大 那么四种性 实际上是空种性 也就是说实际上 这四种地水火风 它本来也是必经空 它是这样子来解释 四大皆空 那么又在讲 如果你前际 就是前面的 那么后际 它也是空 那么中间 前面后面 也就是两边 或者是前面后面 我们讲不落两边 包括前面边 后面边 然后中间 这边 那也是空 那这个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讲的 这个三星了不可的 或者讲前 后 中间 这个三个 季 也都是空 你如果能够明白 前面讲的 这种 四种 种性 或者加上一个 空种 五种 那么它本来 这五大 都是空 那么你就能够 来入不二法门 那么甚至于 我们讲的这个 人的身体 地水火风 跟这个空大 你就能够把这个 身体转为道用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 如果你不修自我的空性 你读作于 我们这个身体 有地水火风 然后在那边 研究这些东西 而你没有先 圣物自信的空性 那顶多 你会当一个 很出名的医生 你能够帮人家治病 因为你对于 这些变化 很理解 可是你没有办法 生妙有 也就是这里讲的 你没办法像 明相菩萨一样 因为你没有入 法界的实相 你还是在 四大五大里面 研究 去运用 而不是 真空妙有 所以明相菩萨 他是告诉我们 不要执着 这些 因为你越执着 这个地水火风 你最后是 没办法解脱 因为没有入空性 里面 包括这五大 那么接下来 妙异菩萨曰 眼色为恶 若知眼性 于色不贪 不会不吃 是名极灭 如是耳生鼻香舌 为身处 异法为恶 若知异性 于法不贪 不会不吃 是名极灭 安住其中 是为入不恶法门 那么有一位妙异菩萨 我们讲这个妙异 妙我们了解 我们常常讲 这个妙观察制 那么所谓的意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你这个第六意识 是妙观察制 那么前面的眼耳鼻舌身 它是我们讲的 这个成所作事 所以这方面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意念 那么这位菩萨 他是强调 他是从意 去修得的妙观察制 那么眼色为恶 就讲你眼睛看的 跟你的对境 这个色尘 你所看的现象 这个人 或者这个像 它是两个 你眼睛是一个 然后你看到的像 就是两个 但是你若知道眼性 也就是眼的 所谓的眼根的根性 它是空性 那么你对于一切的现象 你所看到的 你不起了 或者说你不会起了 贪嗔痴 因为你看到一个现象 它是名牌 它是董事长 它是漂亮 它是男 它是女 这个是我喜欢 这个是我不喜欢 这里面就会有贪嗔痴 你能够你的眼根 你能够明白 它是空性安住 那么你对于一切的现象 你不会被它转 那么你这个心的起心动念 就像你安住自信的寂静一样 寂静即灭 那么这样子不但是眼跟色为恶 你如果耳鼻 耳生鼻香 舌未生处异法 它又讲眼 然后耳鼻舌生意 你对于耳朵 它的听到的声音 这个声尘 或者鼻子 它对这个所谓的香味 这个香尘 或者是舌头 它对这个味觉的味尘 或者这个身体 它对这个触觉的触尘 这个尘就是尘染 那么意呢 对于一切的法层 一切的现象 你所有的想法 你能知道说 不管是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身体感觉到这些 你知道说这些 其实跟刚刚眼睛 意思是一样 它都是一种 刚刚所说的 它的根性 实际上就是空性 那么你所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吃到的 等等这些 实际上这些起的分别 这个都是幻 那么你在种种的分别里面呢 你就不会起了贪真吃 那么 贪就是说 我要贪漂亮 贪好吃的 或者贪名牌 称就是说 这我不喜欢 不高兴 吃就是说 去执迷它 或者是你根本不了解它 没有看透它 看破它 你在这些现象分别里面 你能够不被贪真吃 所影响 那么 你能够 对这些外境 你心能够不起 这些分别 那么你自自然而安住 你的自信 就像我们讲的 静观里面 那么这样子修行 进去 也是不二法门 所以它是用 眼耳鼻舌身意 跟它的这个承揽 之间的 我们讲 这种方式 就我们讲十八戒 或十二路 来修行 而能知道说 原来根的根性 它本身都是空性 所以它不会起贪真词 它不会动这些念 它不会被分别虚妄所骗 那么这样子 它入不二法门 那么接下来又讲 吴敬义菩萨曰 不思回向 一切智为恶 不思性 即是回向一切智性 如是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智慧 回向一切智为恶 智慧性 即是回向一切智性 于其中入一向者 是为入不二法门 又有一位 无尽义菩萨 这个无尽 我们一般讲 就是无量无边 这个意思 那么这位菩萨 他就讲了 我们讲了布施 我们一般就是讲 上供下施 布施就是对一切的众生 来布施 或者说 来跟他们解法源 因为四色法里面 也有这个 那么 他回向一切智 就是希望布施众生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众生得到一切智 那么这样子 就是一个 我们这样做 希望得到这个果 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一切智 我们讲的一切智就是一般三种智 我们讲的三种智就是一切智到总智跟一切总智 所谓的一切智 他就是能够知道一切法 他的总相 这个叫一切智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深入地讲 那么你今天布施 这个体性 就是回向众生得到这个一切智 或者说众生得到根本智的功德 也就是我们今天给布施 不管法布施 或者一些物的布施 或者让他无畏施 其实都希望牢育有行让众生能够得到根本智 那么甚至于 你是慈戒 人禄 精进 禅定 智慧 都是为了众生服务 回向众生都能够得到一切智 就我们讲的这个六度万行 都是为了众生 那么实际上这个智慧性 回向一切智 它不管是六度还是一度 都是得到那一切的智慧 但是要明白这个六婆罗蜜 或者是六度万行 实际上你能够去参透 这个六也是一 一也是空性 最后的一项 这地方讲的一项是一个空的项 就像我们常常讲三轮体性空 你今天六度波罗蜜 你都是用三轮体性空 你就入了 这个无尽意菩萨的 所讲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它是无尽意 因为三轮体性空 它是平等 没有尽头的 无量无边的 所以无尽意菩萨就发表了 这样的一个方便法 接下来又有一位 身会菩萨曰 是空 是无相 是无作为二 空既无相 无相既无作 若空无相无作 则心如意识 于一解脱门 即是三解脱门 则是为入不二法门 因为这边讲的就是空 无相无作 这个是我们讲的三解脱门 也就是说空 或者无相 或者无作 这是三解脱门 那么实际上空也是无相 无相也是无作 如果空 无相 无作 这三个门 你没有心起造作 你心解脱 没有这个心的意识 而像这里面讲的身会 身会菩萨 身会就是指行身 然后定会 你能够这样的心 没有起这个意识作用 这个一个解脱 实际上这个三个解脱 它都是不二法门 也就是不要认为 有三解脱门 这个三个解脱 实际上是一 因为你真的解脱 已经没有三或二或一的差别 空也是无相 无相也是无作 我们虽然讲 有一个作为 例如说我们有一个愿 然后要去做 但是这个都是三轮体 空 并不是刻意的去做 这个做是为了 来致敬其意 反文字性 并不是为了做而做 所以你说我有做 我也没做 你说我没做 我是在做 那做跟没做 实际上它是空 所谓的空也不空 真空妙有 不是真的空 也不是有 所以这样子 就是身会菩萨 那么接下来 一位吉根菩萨曰 佛法身为二 佛即是法 法即是身 是三宝 皆五为相 与虚空等 一切法一耳 能随此行者 是为入不二法门 所以讲了 有一位吉根菩萨 这当然讲是根性的 吉净 那么佛法身 我们都知道它是三宝 随便讲为二为三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实际上 佛也是法 法也是身 也就是说三宝 实际上 是不是三 因为它的体性 也就是你看起来 有佛啦 有法啦 有这个清净的身 实际上它的体性 都是无为的空相 跟虚空的空气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 我们身 心的外面有一个佛 佛的外面有一个法 它讲出来的法 那么本性它是清净 可能有出家身 来代表三宝 可是呢 实际上真正的佛法身 还是从法性的空性 跟虚空一样的 这样子 那么包括一切法 这个地方讲的 一切法一耳 也就是说 一切法也是这样 是说 一切的世间法 一切的现象 也是这样子的 你能够照这样来修行 然后你去行事 那么才入了二法门 才能够入自性的本来 也就是说 即使是三宝 它也是无为的空性 即使是一切法 这地方讲 是讲一切的现象 或一切的世间的法则 它也是一样 就像我们讲 今天有一天 我们往生了 回不来这个世间了 现在不也是梦吗 如果你还有一个意识 你当然会随着这个意识 再流转 就我们讲 人死后身体坏了 还有一个维系身 你还会再流转 你怎么样 在还没有往生以前 先能够体正 我们所说的这些不正 这些不恶法门 这样子才自性能够解脱 另一位心无碍菩萨 身身灭为二 身即使身灭 所以者和 见身实相者 不起见身即见灭者 不起见身即见灭身 身与灭身 无恶无分别 于其中不经 不拒者 是为禄 不恶法门 又有一位 心无碍菩萨 我们一听就知道 心无怪碍的菩萨 他就讲 这个身体有这个身的展现 或者我有身的知见 就认为我这个身是有 然后身灭 就讲说有 或者身灭 或者生死 它是不一样的 也都是说 我有这个身 跟我这个身体灭了 死了 这是两边 一个有 一个灭了 这是身灭 那么 实际上 身即是身灭 也就是说 你如果认为 这个身体是我 那它一定有 我灭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往生 或者我们讲生死 我们前面 上礼拜有讲过 这个所谓的 分段生死 跟编异生死 就会有 有就会有灭 就会有生死 实际上 你如果呢 能够了解到 真正的实相 是不生不灭 你能够了解 这个法身 真正的法身 是没有 这个相的 所以不会有 这个身体的相 自然就不会有 身体的灭 所以身体呢 跟身体的灭 它实际上 是无二无分别 那么 就是我们讲的 缘洗星空 而你知道了 这个道理 你不要怕 也不要惊恐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会觉得说 我原来是空气 我原来是没有我 然后你会怕 那我在哪里 然后你会恐惧 你如果能明白 你的身体 就像父母生我 之前是谁 我死了以后 又是谁 你能够明白 这个我的身体 跟我的死亡 跟我的生 实际上 它是没有分别 因为它都是空气 然后你又不会惊恐 说哎呀糟糕 那我在哪里 我是空气 那我是什么 你能够 接受 明白 然后你没有恐惧 心无挂碍 这个就是无碍菩萨 能够了解 缘起 信空 而且呢 你对一切的 成就坏空 你能够看透 而且你的法身 你能够了解 自己就是空气 那么你进来了 这个不恶法 进来 心无挂碍菩萨的 这个修正 那么接下来 又有一位 上善菩萨 曰 身口意 善为恶 是三叶 皆无作相 身无作相 即口无作相 口无作相 即意无作相 是三叶无作相 即一切法 无作相 能如是谁 无作会者 是为入不恶法门 那么就有一位 上善菩萨 就是说 这个菩萨 他做了 很多至上的善德善行 就讲说 我身口意 所做的善业 不一样了 就是 我的身体 做了很多好事 我嘴巴讲了很多好话 我的意念 都想要帮助别人 那么我的身口意 就造了很多善德善业 那么你能够明白 你这个三种业 实际上 它是没有一个 作为的相 包括身没有作为 嘴巴也没有作为 那么意念同样的 也没有作为 因为自性本来是空性 它第一次空气 你的身体 你所讲的 你所想的 它本来是不动的 在真如的作为来讲 它是无作相 所以你能了解 这三叶 它是没有作相 包括一切的 所谓的 法 一切的法则 这些东西 也是一个空性 那么你就能够 随着这样的观念 而能够 这个所谓的无作为 我们可以讲它是一种 定 无作它是一种定慧 我们常常讲定慧等词 而这种定 是一种解脱的智慧 并不是有为的智慧 而是一种 安住于定慧 空慧 我们所说的明空 它是这种解脱的智慧 这样子就是入不二法门 什么叫做解脱 不是法的问题 是法性的 今天脸花也是法 微笑也是法 并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法 包括今天我们供香 香也是法 你今天供水 水也是法 是在于法的法性 所以佛菩萨 他能够视线无情说法 并不一定是有情说法 三合大地 也可以方便视线说法 在于每一个人的因缘跟气不一样 所以各行各业 都可以是菩萨 也都可以说法 这个才是真的菩萨 继续讲 福田菩萨曰 福行 罪行 不动行 为二 三行十相 即是空 空则无福行 无罪行 无不动行 于此三叶 而不起者 是为路不二法门 那么有位福田菩萨 我们就更明白了 这菩萨一定是 中了很多善德福田 那么我们出家众穿了一块一块的夹杀 它就是我们讲的福田衣 也就是这个苏家僧 他的福报 福田 一方面自己修行 一方面也让众生能够种福田来供养 那么这个福田菩萨他就讲了 你善行所种的福田 或者你犯的罪恶 罪行 或者你修不动 就是不思善不思恶 你这样的方式在修行 看起来是三种不一样的方式 但是你这三种实际上它还是空 不是用念头说我家行善 我犯了过失 或者我不去动 你空性 就讲三人体性空 你空性的时候就没有善恶 也没有去修一个不动 那么你这三行的想法 你都没有动念 那么这样子就入不恶法门 也就是你从这个善恶去打破 这样子 就可以把这个福田 没有任何的差别 然后它能够所谓的转为功德 从空性里面入不恶法门 那么另外又有一位华言菩萨 曰 从我起恶为恶 见我实相者不乞恶法 若不诸恶法 则无有事 无所事者 视为路不恶法门 那么这位华言菩萨 我们知道华言它是走为恶的路线 那么从华言 这位菩萨就讲了 因为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我 然后这个我 就有什么呢 不是我 或者无我 也就是你先设立安立有一个我 所以又开始就有很多分别出来 你能够看到我 实相 你就不会有 这不是我 这是你 这不是我 这是他 你能够从我这里把他 把我看破 你就不会有所谓的恶法 三法 四法 五法 那么你没有这些 是 这边是的意思 就是分别的意识 你没有这个分别的时候 那么心呢 就能够安住空性 你从我直接去破 既然没有我 当然就没有你 就没有他 因为我都已经 看破 看透了 就像我们讲的 过去没有我 死了也没有我 那现在这个我 搞了半天是假的 我所在意 我所喜欢的 包括我的亲人眷属 全部打破 包括名利是我的 没有 权利面子 统统没有 包括亲人眷属 他只是一个因缘 醒了 还有 没有 死了 就统统统空了 你看破 看透了这一点的时候 就没有你我他 没有这些虚妄分别 然后你就入了不恶法门 这是华言的菩萨 他告诉我们 从这里破 入不恶门 那么另外一位 得障菩萨 就讲了 有所得 相为恶 若无所得 则无取舍 无取舍者 数为入不恶法门 那么有一位 得障菩萨 就是讲他的 这个德恨 这个宝藏 非常的 这个 充足 圆满 那么他就讲了 你修行 你如果认为 有所得 我们常常在修行 或者我们常常 有得失心 我们都希望说 我能够成佛 或者 我有什么好处 那么你有这样一个相 你已经拙了 这个有所得的相 因为有所得 所以有相 它是分别的 可是你也反过来讲 你如果能够知道 无所得 那么就不会有取舍 那么你没有这个取舍 则 你能够放下 提起 都没感觉 当下就是 这个就是入不恶门 其实就是说 我们讲了这么多 这个观念是在告诉我们 不要执着于 这个法 包括三恶业 包括有福 有罪 包括 有一个 我的相 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讲 刚刚在说这个八正道 你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 你认为有所得 当然我们先以利沟 也就是说 先告诉大家 你行善既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后面 要有一个自尽习义 也就是说 你修行 或者过生活 不要有自己的目的 当然我们人要过活 要吃饭 要生活 所以不要自己的目的 就是说 你要了解 我们的生命要有意义 不是为了名利 权位 面子理直 因为那样子的拼法 主会让自己 又造了许多的恶业 根本出不去 那么也不要 先向外去攀 眼耳鼻舌身义的 所有一些承染 你能够安住自心 那么人生以福为目的 最好是 三轮提醒空 那么实际上 你这辈子所得 实际上是无所得的 其实是无所得 因为万般待不走 唯有月随身 那么继续有一位 月上菩萨曰 暗与明为恶 无暗无明 则无有恶 所以者和 如露灭受想定 无暗无明 一切法相 亦复如事 于其中平等路者 事为露不恶 法门 有一位月上菩萨 我们都知道有 月光菩萨 那么这位月上菩萨 一直都是一样光明 那么就讲了 光明或者暗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无暗无明 则没有恶 你把这个分别心 就是暗跟光明 你把它放下 没有差别 你就知道它实际上 是我们的兴起的差别 你这样子放下以后 你就能够入 而且灭了这个 我们讲的无因 瘦啊 响啊 而你能够把它灭掉以后 而能够入定 那么你要知道 这个无明无暗的差别 所有的一切的法 包括世间法的差别 也是这样子 你能够用平等 去看 这个 一切的 现象 那么就能够入不恶法门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位菩萨 月上菩萨 他也就了解 其实月亮 它有光 有 你如果执着于 它有 当然外面 月亮的外面都是暗的 但是你要 能够 无差别心的去 修观 这个月光 其实我们知道 月亮它本身 是不发光的 实际上 这个光 跟旁边的暗 它是一 不是二 所以它是月上菩萨 它已经超越了 这个月亮的现象 没有月亮光 跟旁边的晚上 黑暗这样的差别 所以这位菩萨 是这样告诉我们 你不要认为 有一个光明 跟一个暗的差别 当然我们现在 我们会说 黑暗会说光明 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自性 本来是光明 这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 修行的方向 那么实际上 你再去掺 你再去把它打破 因为我们打破大力 你就会了解 月亮菩萨 它是怎么样 打破大力 我们今天的光明 不是因为 我们有个打火机 而是当我们 能够打破这个我 而身心起了变化 刚刚所说的 四大五大的能量 也起了变化 即使到了天 这还有所谓的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光阴天 天本身 也就有光 何况是无相 而且你圆满的 所谓的长极光 是没有相的 我们讲的四净土里面 真正的佛土 长极光净土 是没有相 是圆满的 无别的 一个境界的净土 我们再讲一个 保应守菩萨又讲了 乐涅槃 不乐世间 为恶 若不乐涅槃 不厌世间 则 无有恶 所以则和 若有福 则有解 若本无福 其谁求解 无福无解 则无 乐厌 若有禄不二法门 就有一位 保应守菩萨 这个就讲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所谓的应心 或者我们讲大手应 或者讲三法应 在应代表一个准则 代表一个印证 那么 这位菩萨是这样的修行 就讲了 你 这个乐涅槃 就是你喜欢 安住涅槃 然后我不乐世间 我不喜欢这个世间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 如果你不喜欢 涅槃 也不讨厌世间 没有喜不喜欢的问题 那么就没有恶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若有差别心 差别心本身就是一种束缚 就是你有喜不喜欢的 这个差别把自己绑住 例如说 今天外面下雨 你不喜欢 衣服 裤子弄得湿湿的 所以你就不想出去 不想出去呢 就被束缚在房子里 那么 你如果真的能够 所谓的 不入三界 一不出三界 像菩萨一样 我没有出不出 入不入的问题 我也没有喜不喜欢 所谓的三界的问题 那么 你呢 没有这个差别 就没有束缚 没有束缚就 不需要 去解 你有束缚就需要解脱 你没有束缚就不需要解脱 所以呢 也没有 喜欢或不喜欢 这个才是 不恶法门 所以保应菩萨 比较 告诉我们的是 你不要有喜不喜欢 甚至于 种种种的差别 你要把它看透 你有差别 一定有绑到自己的地方 那你这个绑到自己的地方 你就需要去把它解脱 但是你自己呢 因无所住的时候 当然就没有解不解脱的问题了 但是不要忘了 还有生起心 你在因无所住的体性上面 你还是该吃饭 该走路 自自然然的 去做 但是就会很任运的去做 再讲一下 诸顶王菩萨又讲了 正道邪道为恶 住正道者 则不分别 邪是正 离死恶者 是为路 不恶法门 就有一位 诸顶王菩萨 这个宝珠 像这个 最高 顶就是高的意思 那么我们一般讲 自信的摩拟宝珠 那么你要知道 正或邪的这个分别 它是不一样的 可是呢 你真正的正道 是没有分正邪 就像我们讲 这个 不思善不思恶 那么这个不思善不思恶 如果你刻意去想 那又是 刚刚所说的不动 其实 这边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这边的意思是说 你不去施粮之外 你能够包容 就讲有容乃大 我们今天常常觉得 这个人是坏人 这个人是好人 当然我们诸顾摸作 诸善奉行 我们必然也是不会 分不清楚是非 可是呢 我们所谓的包容 也就是说 我们应无所住 我们看得清楚 但是不起 所谓的情绪的那种 这边前面讲的 没有喜不喜欢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能够生起心 我们都要度 都要去服务 服务不是说 都所谓的 同流合物 而是 在菩萨的境界 你要去 跟他行施设法 然后呢 能度他出来 所以这边讲的 就是你要先 应付所诸 那么你要去理解他 然后呢 随顺他的因缘 来转他 那这个是应无所住 应无所住 就是说 你并没有用差别心 去对待 不会说 我看到邪的 我这个脸臭臭的 看到正的 就觉得一个脸 很欢喜 其实这些都是 因众生的需求 我们用试色法 然后去包容他 有容乃大 这种方式来看待 并不是他不分正邪 而是他没有 这个差别的体性 他知道 但是他心里 没有分别说 这我度不度的问题 因为就像我们的 小孩 他没有这样的 说因为 你不是我所喜欢的方式 我就放弃你 我就不认你 但他来讲 是没有这个差别 他都认 他都会要协助 然后趋向于 这个正确的 不恶法门 那么乐实菩萨曰 实不实为恶 实见者上不见实 何况非实 所以者何非若元所见 慧元乃能见 而子慧元 无见无不见 实为恶法门 也因为乐实菩萨 乐就是一种法喜 那么实就是讲实相 他已经这个实相 挣到这样的道果 那么实不实 真实不真实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实相呢 你见到实相 实际上是没有 实相可得 何况不是实相 你去执着他真的有 这个意思就是说 真正的实相是无相 无一法可得 那么所以呢 并不是你肉眼所看到 你真正的开悟以后 你的慧眼才能够见到 而这个慧眼 他已经没有见不见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讲 你说一个慧眼 他开悟见性 见性 他在文字上有一个见 实际上见性的人 他有看到什么吗 没有 你说他见到自性吗 自性是了不可得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你实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就是没有相 真相就是没有德 所以才讲 不是肉眼所能够见 也不是天眼所能够见 你今天 你看到什么 那是还有一个相 例如说在欲界 在色界 还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但是你真正的智慧眼 是没有 这个所谓的 见不见的问题 就像举例 就是说 见性有没有见不见的问题 没有 没有那个问题 所以并不是说 有一个看见看不见 如是诸菩萨 各个所以问文术师利 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那么这样子 所有的菩萨讲完了 那么就问文术菩萨说 那么怎么样是 入不二法门呢 就是居士 他就问菩萨了 那轮到文术菩萨 你想想看 文术菩萨曰 如果一者于一切法 无言无说 无事无事 离诸问答 数人入不二法门 文术菩萨就讲 我的想法 在一切的法 这边讲的是 一切各种法 就是我们讲一遍 所有的色法 各种形形色色的法 它是无言无说 也就是说 它是超乎言权 是不可思议 不可说的 所有的文字 没办法表达 无事无事 就是说 不是文字所能够表示 也不是用你的知见 知识所能够理解的 那么而且呢 也不是你这个 这个所谓的 不是意识所能了解 就是说 其实你动念 那就不是 我们讲动念 则乖 然后呢 你要去用言语去表示 你怎么讲 也没办法圆满 那么文静佛菩萨就讲 离之问答 也就是说 真正的不二法门 不是一问一答 或者用文字语言 所能够宣说 也就是说 真正的不二 是离开这些东西 才是不二法门 也就是说 前面讲的菩萨能讲的 这个都不是 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法 也没有办法表示 你怎么意识去理解 也没办法理解 是在破 又在大破大力 然后于是文诸实力 菩萨就问 人莫杰拉 我等各自所以 忍者当说 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是维摩杰 莫然无言 后来文静佛萨又问 维摩杰 我们都讲完了 那请居士你讲讲看 什么是菩萨入不二法门 这个时候 维摩杰居士 莫然无言 两久 就是说 不讲话 很久 也就是 居士他一个字也没讲 然后呢 文诸菩萨他曰 善哉善哉 乃至无有 文字语言 是真 入不二法门 文诸菩萨后来就讲了 善哉善哉 没有文字语言 这样的说法 其实 中文学居士 他没有讲半个字 他已经在讲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 入不二法门 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 听了这么多 到底什么是不二法门 其实 每一个都是 你真的到了以后 不用语言文字 每一个都是不二法门 不是有一个是 或有一个不是 每一个都可 没有哪个高 哪个低 但是真正 你到位以后 不可说 不可思议 所以呢 居士一个字也没讲 说是入不二法门 品实 与此众中 五千菩萨 皆入不二法门 得无生法忍 那么最后 再讲到后面 在讲不二法门 这一品的过程当中 在里面的大众 有五千位菩萨 都入了不二法门 正得无生法忍 所以不是说 最后那个才是不二法门 其实每一个 任何一个都是不二法门 八观念花 有花可念吗 谁在念 花从哪来往哪去 都是不二法门 那么 拧花没有语言文字 拧花 也是生灭 也没有生灭 那么拧花只有谁 拧花者 都是任何一个菩萨 那么相应的是谁 他本来也是无我 所以有没有一个看的人 没有 他也是三轮体星空 那么你是用什么来 参这个不二法门 哦 原来 那是无尽一 当然 你能够了解 进来这个体性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原来一切智慧 根本质 也没有得到 本来就在 所以 如菩萨 这样子来 告诉我们 演给我们看 包括居士 也是这样 好 我们来 提送 释迦牟尼佛心咒 阿姆 Mali Mali Mahamali Siccaya Mali Asoha Mali Mali Mahamali Siccaya Mali Asoha Aung Mali Mali Mahamali Siccaya Mali Asoha Aung Mali Mali Mahamali Siccaya Mali Asoha Aung Mali Mali Aung Mali Mali OM MOLI MOLI MAH MOLI SHUJIA MOLI YASO AH OM MOLI MOLI MAH MOLI MAH MOLI SHUJIA MOLI YASO 我们在辞送六十大明咒 先来出帐 希望一切正法能够长广心 也让所有的迷惑 能够拨开云雾 能让大家的心 能够清明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能够看透看破入不恶门 OM MÁ NI BÊN MI HOM OM MÁ NI BÊN MI HOM Ong Ma Ni Ben M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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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用唱诵的方式来唱六支大宁舟 OM MARI BAM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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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音远扬使法界 法界化为观世音菩萨清净的净土 一切友情皆化为观世音 一切声音都化为观世音菩萨的奏音 安住在观世音菩萨清净光明的净土中 OM MARI BAMI HONG 呼吸 让光明受入身心 慢慢注定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每一个人都有慈悲智慧的自信 每一个人都有光明 都有慈悲心 只是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是我 原来我们也是观音菩萨 那么这样子来依观音菩萨的慈悲 那么依观音菩萨的愿力 来成就一切众生 成就观音菩萨的清净净土 我们用这个功德 来供养一切友情 同灯佛净土 好 我们今天禅秀就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